怪媒體 現在是政府在妖言禍眾 那大家都不敢吃油 這樣對大家有好處嗎 他後面應該是食品工業研究所 因為食品工業研究所 長期在幫這些做檢驗 它是台灣最大的檢驗的場所 過去三聚清安也是找食品工業研究所 所以他後面還是有一個 他必須要去依靠的那個機關 那個機關叫食品工業研究所 只是那個食品工業研究所 大家如果記得那個三聚清安 我想我們都打過招 那個2.5個PPM 他就說怎樣怎樣這樣 就是放寬放寬放寬 那時候就在講說吃了不會這樣 那時候是2.5PPM跟0.01個PPM 0.25 他說他講2.5 是不是因為他說台灣的機器 驗不出2.5以下 結果後來一堆人說 台灣至少上百台可以驗 我覺得這個政府最失職 我覺得最不負責任的地方 是我希望所有的官員 不要再出來講這句話 哪一句話 希望所有廠商都要有良知 今天你是靠良知在治國的嗎 是啊 人心險惡啊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在辦什麼呢 靠良知外面進會不會衝線 這個問題在這裡 會不會法律會衝線 你說這個GMP 以前我們看到GMP 我們都有一定的基本的信任程度 對不對 現在大家對GMP已經信任破產了 政府要怎麼去預防這種事情發生 你有沒有 不管有沒有得GMP的廠商 你有沒有定期去做一個很嚴格的檢查 那個檢查不是像靜雯講說 看看地有沒有掃乾淨 員工有沒有戴口罩 有沒有洗手手乾不乾淨 就OK 你可以把產品拿回來檢驗 因為主管機關一定有這個權利 廠商也沒辦法拒絕 不是嘛 這種話 希望所有廠商都要有良知 那個是高僧大佛要講的話 你懂我意思嗎 或者是社會那種心靈導師要講的話 政府官員你是最不能講這句話的 你怎麼會是靠廠商有良知來處理這個事情 你都不用付錢嗎 他現在就是要你大家自清自律 寫一個公約告訴大家說 我的問題沒有問題 他現在用個D-Day啊 那11月以後以後 你寫個切解說我的都沒有問題 如果查到以後 他說他才要研辦啊 他才要用詐欺啊 10月8號然後要全面清查 他現在用這種方式告訴你啊 他就是告訴你要大家有良知 所以現在大家先寫切解 保證自己沒有問題 先自我保證 所以現在心態是什麼 趴著趴著趴著 這幾個月大家都趴著 對 還沒中心 沒中心 怎麼出來繼續這樣 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看明年的預算嘛 已經被立法委員抓出來了 明年衛生福利部編給各縣市政府 稽查十安的預算叫做4200萬 你知道嗎 對 全台灣 4200萬 那你知道嗎 宣傳醫美編了1億2000多萬的預算 醫美 醫美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要搞什麼自由經濟示範區嗎 然後用醫美吸引中國觀光客來做嘛 醫美可以賺錢我不反對 那你要好好去做我也不反對 問題是醫美這些醫院這些老闆 他自己會去宣傳 你何需政府編公家的預算 1億多去幫他宣傳 那食品安全這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多撥一點錢 去給各縣市政府呢 那天趙天穎跟林淑芬在立法案就問衛生福利部 其實是他們兩個人質詢出來 我想知道 因為那天我記得他們的質詢是說 那大同進口四層棉脂油 現在查到了 那另外六層呢 他說另外六層是另外一家 哪一家 另外一家 是內銷外銷 官員竟然說他全數外銷 官員竟然這樣講他全數外銷 結果林淑芬就說 趙天穎先說說不對喔 我上去他的網站 官方網站 說他是有接受國人的訂購 而且還可以超商取貨 超商取貨喔 趙天穎已經知道還是哪一家 趙天穎知道 林淑芬也知道 趙天穎跟他說他有內銷喔 這樣子 然後他才吞吞吐吐說 那就是護衛箱啦 再來林淑芬跟他說 他的所知 他的進口的棉脂油 有六層用在內銷喔 而且哪一家大廠 哪一家大廠都接受他的 用他的油 代工喔 然後這個官員就不敢講什麼 這樣 他說你要公布 這個事情其實衛生福利部 並沒有要辦 對 這個事情其實是台北市 新北市衛生局 去辦的 對 因為他21號出來否認嘛 立委公了 這個第一時間 禮拜一出來否認嘛 對 否認要新北市衛生局 就跟他看說 你的出貨單 出貨單 給我們看看 結果不會賣嘛 不會賣嘛 倒不起來嘛 倒不起來才知道說 完蛋了 這個房已經 員不了了 他才出來承認說 他六層是內銷 而且是混油 我問大家 第一個 如果我們不是有 有立法委員幫我們進入 我們怎麼知道他那麼二次 第二個是 官員憑什麼幫他講話 有合照 有合照 你說跟馬總統的合照 不是那是因為優良商人的合照 那個是因為得獎 無可厚非 官員也會被這樣的名號 因為他是優良商人 那是趙天玲015分質詢之後 報紙寫了 他們出來 因為他們是新貴公司 準備要上市了 準備要IPO了 所以他們有責任出來跟大家說明 結果他說明的時候說 沒有 他們三個一個副總 兩個經理出來說 沒有 我們都外銷 結果官員就跟他說 沒有人家真的都是外銷 結果昨天 禮拜四 你看 出來承認了 我是說 我們的官員這麼好騙 弘爺 那過程你還 他們真的很惡質的原因是 新北市官員跟他講 不是數字都不容嗎 他說我 因為對方外銷的客戶 要我做什麼油 我就做什麼油 所以他大量參免子油 他跟官員講 我那裡的免子油 外銷的免子油裡面 都參了九成 他把他報告 內銷就變少 不然你內銷 你要告訴我到哪裡去 他就騙他 說到九成 他說這樣子嗎 那你就告訴大家 食用免子油 賣食用免子油就好了 因為你已經到九成了 後來他知道騙不下去 沒有啦 沒有啦 五成啦 就五成以下 你總是要調和 就要五成以下 然後這裡變小了 外銷變少了 內銷就變大了 所以才爆出 他在裡面加到三到五成 現在看到的狀況 後來還有沒有 其他不知道 他說比例就變成 台灣的就變成三到五成 因為你要內銷 內銷拿然後才爆出 對啦 我有加免子油 三到五成 可是那個老闆還出來講說 我們不是作假啦 我們是標示沒標進去 疏失 那官員還相信他 這個根本就是鬥雞經濟犯罪 所以我才會講說 第一個你看我們的什麼 食品安全法什麼 要一個月之後才要召開 對不對 會議 還有會議 就是那個會議 要一個月之後才要召開 然後現在叫大家自己先簽竊節 然後我們再來去好好查 還要到11月8號以後啦 然後官員講說希望廠商有良知 從一開始就這樣 判廠商自重自己有良知 對不對 再來總統講什麼 就是你可以知道 我們的政府對這件事情的 一個態度跟決心 真的很小慣 沒有很大口 OK 就呼嚨過了就算了 其實他這次講說那個 都沒有含棉分 沒有含棉自由 這個影響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說話記的判決 是在上個禮拜出來 結果求償了就是蕭記會幫561位民眾 去求償24億 結果才判賠廠商120萬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廠商就拿衛生福利部 網站上公告的說 說話記對人體無害 撕下去24小時就排出來 所以每個廠商都拿這個 去跟蕭記會打官司 就說福利部都這樣講 衛生部都這樣講 那沒有問題啊 所以官司就敗了 第一審就敗訴 所以這個他說都沒有含棉自由 這個到時候會變成 這已經幫大家 所有的食品廠在鋪路了 到時候他只要拿出這個說 你看衛生福利部驗出來的都沒有 你為什麼說我有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求償了 我們國家難道沒有任何民意機構 可以挑戰我們的衛生福利部嗎 因為我說政府的態度很奇怪 是因為包含馬總統講的 前面講的很天下無敵 嚴查重罰 立即下架 增加人力 妥編預算 後面我就真的是看不懂 鼓勵檢局 動員志工 志工 對 這是 毛澤東才1千2百個學生 可是其實我們納粹 結果他動員志工 媽咬說的 你如果要起到這樣 你自己丟臉上 先收拾 敢不敢跟人家 敢論比一下 動員志工這有什麼心態 志工更是學生 這個問題 是學生 因為新聞 發話話 好難得這個商業週刊這一期 他們這個有派人去追蹤大統 那靜雯也去了 那靜雯他們的這個 欸 雜誌有沒有帶來 有有雜誌 來 給看一下後面 封面的標是 一桶油怎麼騙台灣七年 再看上面那裡 那個小標 叫做稽查員 每次走到大統門口 電話就響 手上的電話就突然響起來 這是靈異事件 那你採訪到的是怎樣 就是稽查員他其實 其實這個稽查員他告訴我們說 所有曾經去過大統稽查的稽查員 悉尼都對大統這個老闆很恨 他是用恨字來形容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只要到那邊 電話就會響起來 叫你可以回去了 不然就是老闆說老闆不在 你也可以回去了 那其中有一位呢 他曾經到進去 然後見到了老闆 就在那個董事長室的時候 董事長從桌上 打了一通電話出去 打出去之後就叫 那個稽查員來聽 結果那個稽查員一聽 對方只講了三個字 講了他的名字三個字 就把電話掛掉了 所以這個稽查員就乖乖的走了 所以他知道對方是誰 知道那個是很有名的高層 很有名的高層 講哪三個字 講他的名字 姬查員的名字 不是 講他自己 他自己是誰 對 所以是 應該是 是中央級的吧 然後姬查員沒有問說你好 來不及他就掛掉了 對他就掛掉了 他就知道怎樣 整個事項該走了 所以他們的稽查員 其實是已經知道他有問題很久 但對他沒有辦法 就像是那個彰化縣衛生局的那個局長 他也知道他有問題啦 可是中間可能跟他糾纏了很久 甚至都還有那個彰化的名帶去關說 兩個名帶去關說 對可見他的勢力有多高 欸 什麼人的名字 只有補三隻 這麼好用 很多啊 白海豚 黑鯊魚 對啊 很多啦 而且剛剛年華有提到說 年華有提到什麼 那個機長員有講那個人的名字嗎 他沒有說出來 他只是說有這樣權力的人沒有幾個 那就很少啦 算得出來 他有講說是地方的大官還是中央的大官 中央大官喔 就是很高層啦 數得出來啦 沒有幾個 然後他有提到說 像剛年華說的那個經費很少的問題 其實經費很少的問題以外還有 現在的那個機長的人 都是護理相關科系女生 像這個機長員他有提到 好幾次都是在那種深山裡面 而且老闆有的還會放狗出來咬你 甚至曾經被打 對 所以現在女生 你就要到深山裡面去機長 根本沒有辦法 欸 現在還叫學生欸 現在沒有沒有沒有 動員志工 學生啊 他那志工叫學生啊 而且甚至都還有那個 就是說他因為這些老闆都是老狐狸啦 根本就是很會糊弄你 那你如果經驗不夠 你根本就不知道老闆在講什麼 就被他騙過去了 所以他們機長員其實並不是 那種衛生檢驗 是衛生檢驗啊 可是因為他們經驗都不夠啊 因為其實這個衛生福利部或是機察員的 流動率很高 對 他有提到700個員工 流動率900人 這兩三年吧 鄉文 對 你剛剛講那個名詞有在這裡面嗎 因為對方沒講 這是螞蟻男 對 對方沒講 這是蔡令儀 這是毛治國 好像都三個字好了 所以確定不是兩個字的啦 我跟妳講 這不是我上次一句我講的 我說其實要破案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找機察員來問嘛 對 你告訴我 他那個高正立打電話 來那個人是誰 不就破案了嗎 對啊 為什麼他需要打電話呢 他為什麼要幫他當靠山呢 所以現在你看 靜雯提供這個線索對不對 機察員可以不跟他講名字 可是如果檢察官叫機察員去問的時候 你就必須得講 到底誰打電話給你 講那三個字是誰 機察員就講出來就好了嘛 因為你檢察官可以提供給機 因為照你這樣講 機察員顯然也是受害者嘛 因為受於長官的壓力嘛 對不對 那檢察官可以提供給他相關的保護啊 或是給他一些 你當秘密證明也可以啊 因為機察員如果查下去 有可能回去沒討論 有可能啊 對啊 來啦 鳳姐 啊 高正立財100萬就是交保了 他又沒有給他生壓 他出去還可以 現在不是在裁員嗎 出去還可以這樣化當化塞